我发现你们眼睛睁肩 前两天我的视频背景里面增加了这台空气净化器 结果马上就被认出来了 很多留言于是就问我 这是啥净化器啊 那我今天就正好来讲讲它 顺便聊一聊我为什么要添一台空气净化器了 显然我这是怕假权嘛 你看我这工作室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堆的家具却不少 而且为了拍出漂亮的背景 这整面墙也是刷了漆的 还有地上也是铺满了地毯的 的确是很温馨啊 但是呢也让甲犬搭上顺风车 钻了进来吗 你说难道我在选油器挑家具的时候 不会注意环保吗 当然要注意了 但是没有办法 只要是我们的板材和其他建材中 需要用到胶粘剂的 就不可避免会有甲犬的身影了 因为胶粘剂中用量最大的就是尿泉素质了 而尿泉素质的主要成分则是甲犬和尿素 所以啊你真躲得了它吗 不行嘛 这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已 而甲犬超标现在又非常的普遍 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啊 中国城市新居室内的甲犬浓度 在0.18毫克每立方米 几乎达到了卫生部公布的国家标准 0.10毫克每立方米的两倍 还时不时就爆出来的 由甲犬超标导致的严重病例 更让人一提起甲犬来呢 就瑟瑟发抖啊 所以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起 就时钟不忘时刻开窗通风了 你可能听说过各种各样出甲犬的方法 什么光触煤 绿植 果皮 活性炭等等 但真正归根结底还是要多通风啊 促进空气的流通才是正道 可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啊 那就是对身处其中的人不太友好嘛 你必须要开窗嘛 所以夏天热死冬天冷死 只有春秋天稍微正常点 但偏偏南京又是没有春秋的地方 据我自己体验啊 好像目前除了云南 我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啊 所以在忍了一年之后呢 我决定这个冬天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了 买一台能够让我关着窗户 也不怕价钱的空气净化器回来 说实话这台米家循环空气净化器 只用了一个动作就让我相信 悬他没错的 不信你看啊 是不是超有未来感 能把一个启动都设计得这么出色的产品 在质量和功能上又怎么可能会差呢 的确啊 试用了一段时间下来 我对它满意有加 这个升起来的 可以左右90度摇头的风扇 和下面的净化器配合起来 可以实现8米的远距离循环净化 更彻底的将整个工作室的空气 给搅动起来了 因为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又要查资料写文案 又要打灯光拍视频 还要偶尔接待一下朋友和客户 所以放置的东西呢 就特别多 也让空间特别的堵 如果使用传统的净化器呢 是有很多照顾不到的死角的 而用它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我现在即便是坐在离它挺远的 另外一个角落里面的电脑前呢 也能够感受到轻微流淌过来的空气了 诶 这要是在夏天 把风数开的大一点 不就直接帮我省了一台电风扇的钱吗 挺好的 而且它的确还真是有个电扇模式的 另外我还很看重它的一个优点 就是智能了 当然在VOC PM2.5 温度 10度等多种传感器 可以实时对室内空气进行检测 并且自动调节工作模式 拖拖的一个智能环境管家 当然米家的东西 自然是可以很方便的添加到米家APP里面 更加一目了然的掌握环境质量 不说呢 还可以跟家里面的其他智能设备 联动玩出许多新的花样 你看大面积的碳网吸附面 高颜值的OLED大屏显示 甲醛 PM2.5 病毒和过敏源 一个都不漏的多重进化系统 这样的刚需好物 我能不贴一台吗 ahahaha 拍文字幕把握线 TJ